如果中国增收美国农产品关税,爱尔华州的损失首当其冲,因为这里是美国的主要农业区,种植的大豆和玉米大于其他任何州,而且还是美国的一大猪肉产区。 爱尔华州的金伯利农场是美中农业合作的代表。 2012年,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担任副主席时,曾经到美国的这座典范农场来体验生活。 当时借贷中国代表团的李克·金伯利和越来越多的农民一样感到担心。 川普总统决定向中国增收关税,促使中国也向美国广泛的农产品增税,其中包括增加25%的大豆和猪肉关税,让爱尔华农民感到震惊。 你知道,农场很担心,我们作为农民很重视,花了很长时间和中国建立起来的关系。 是啊,我们很担心,我们不希望破坏我们现有的关系。 李克的儿子格兰特是爱尔华大豆协会市场开发部门的主任。 他深信贸易战会给爱尔华农业带来严重的后果。 肯定的,如果这种状况长期持续下去,你会看到价格受到影响,会给农民带来财政压力。 长期下去,农民会陷入困境,甚至会破产。 大卫·斯图瑟斯是附近一座养猪场和大豆农场的主人。 是啊,在任何亏损的情况下,你只能维持这么长。 你只有这么多贷款额,这么多的固定资产,很多农民陷入财政困难,又看不到头,那他们只能放弃。 爱尔华农场管理局估计,农业和相关行业每年给爱尔华州创售1120多亿美元,其中出口占重大比例。 这个地区向中国出口的大豆价值140亿美元,农业就占整个州就业人口的五分之一。 爱尔华州的很多农民要求白宫改变主意。 我想对川普政府说,是我们,美国农民把你选进白宫的,我们很担心现在的局势。 你为什么要伤害农业?我们没有农产品贸易赤字,而你却为了一小部分经济利益来伤害我们。 目前,农民们头上乌云笼罩,很多人希望政客们会改行议车,避免贸易战,否则农民们将成为牺牲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鞋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